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说一个是研究社会的 一个是研究人生的 可是今天我给你们出这话题 跟你们都有关系 咱要从一个外国小伙子叫胡润说起 胡润这个人 他对于中国人来说 就是个哪壶不开提哪壶 搞很多富豪榜 最近他又弄了一个榜 我觉得很有意思 叫乐退 乐退榜 他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就是说什么在中国现在的有钱人当中 达到叫乐退就快乐退休 对吧 乐于退休 什么人能够叫做退 按照一个什么标准 我跟你讲 他说中国有5.5万个财富人才 达到就是说你可以退休的标准 得攒够多少钱 1.1个亿 他就认为达到1.1个亿 然后他调查的这些个人 5.5万人 他们预估自己退休 就是你什么岁数退休 平均预估是45岁 就愿意平均45岁退休 但是在中国你要想退 你得有1.1个亿 你才能保证 这也很有意思 因为我最近对这个也相当的留心 因为我想退休 不想退休 他肯定想赚更多的钱 重复心理较强 所以说起他们如蜀家珍 在中国现在千万级的富翁 财产1000万以上 你知道多少吗 87.5万人 87.5万人 然后跟这个胡润的数字相重叠 亿万富翁就上亿的 大概5万多人 然后你知道吗 在中国140个人 他们都是金字塔顶尖的 这140个人呢 是在10亿俱乐部以上的人 这就是我得到的这个数字 你这个要背的吗 还是你一看 然后你就记得进去 我天天睡在枕头上 就念这些数字 所以我跟你说一个事情 邓文涛 张艺玲讲过一句话 他就说 一个人如果学会了一点本事的话 他是不会舍得不用的 所以今天你在念这个东西 我就放心了 你是不会退休的 为什么 因为有才感 对因为你有这个才感 还有就是你有焦点 你的人生 其实你还不是把那个焦点放散的 你还是很集中在一个数字 这个事情 集中在富翁的数字上 这辈子就琢磨这事 还不是 我跟你说领导员 我还真的是想退休 他们说45岁 我这还有两三岁 我真 这个我跟你讲一件事 我觉得很有意思 真叫人 什么时候我跟人民群众 争一条心 有一次在杭州 我跟这个新州刊的一个总编 封心城我们坐在车上 我们俩聊天 但是这个司机在旁边听 但是私下的朋友就瞎聊天 他就说 他说你现在到底怎么想 就说你的理想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就给他讲我的梦想 我说我这个梦想 就是不在中国待着了 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做这个多年 霍从口出的工作 做的有点厌世倾向 我说我的梦想 就是我比如说我在欧洲 或者在西班牙 在地中海旁边我有这么一栋房子 而且我有钱就足够 我这么一直玩到老 然后我一说完这个 这司机刺名他就笑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 博星城又再问我 说是这个 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我说我要达到说退休这个目标 我就得挣够了钱 我说我就希望能够早一天 能够挣够了这个数 我就能实现我这梦想 然后这个司机就说说你这位先生 你这真说人话 他说 他说你说的跟我们想的都一样 他说我们人人都想这样 谁不想 你知道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退休这个词是个消极的词 它是个它本身反映的一个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就叫你把工作当成价值观 你才会有说工作没用了 你就退了 这算退休 你把工作当成了生活的重心 可是我所理解的退休 我觉得不应该要这个词 你不如说叫享受革命成果 或者说是过真正的人生 过真你以为我是退休 可不是 我是真正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活自己想活的人生 是 对 所以就退休的这个概念 我是觉得就是说 不是说从此以后就不干正事了 对 就是享受生活 那个享受就是花钱 消闲 就那种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真是的 退休的过程 是一个就是人生转过道 转道 转轨道 就是说我这个工作做的已经差不多了 那么我想换一个方法 换一个工作方法 也许可能发到发觉到更多的一个机会 然后发挥自己的才干 对吧 所以刚才你讲那个引用张爱玲那句话 本来我说想要不想退休的 但是你讲这句话以后 比如说有才干的人是不愿意退休吗 所以我其实我是觉得想退休算了 但是中国人很有趣我们的文字 常常它不是一个字是一个字 我们常常是一个词汇 所以它是两个字放在一块的 它并且会让我们觉得说 它可能有一些矛盾在里面 比如说对我来讲表面看 退休两个字好像是同意的 但是对我来讲呢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在想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哎能不能这样说 智者呢就不退 忍者呢就 不是智者不休忍者不退 因为智者呢他就知道说 我们需要的其实是那个 永远都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里面 去让自己有所功能化 但是呢忍者就是说 其实我们不能休息 因为有很多人等着我们去为他服务 所以你说到退休这个事情 可能就是对人来讲 就是有使命感的人 他会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观念吧 哎但是呢你看啊 我想讲 我有一个朋友 我就觉得他就很典型 就是你知道啊 除非说有些人做到最后 像有些做金融的人啊 他真的就是个数字 你知道我刚才讲这个数字啊 我就多少5.5万过亿的人 和140个财产过10亿的人 那项调查讲啊 就他们每年大概花多少零花钱 反而是差不多的 嗯 你知道吗 千万富翁每年的花费 和这个亿万富翁每年的花费相差较大 嗯 但是亿万富翁和10亿万富翁 每年的花费很接近 嗯 也就是说你就有了1000个亿 嗯 你基本上每年用于你个人的这个花销啊 嗯 差不多也就那么多 嗯 你知道我就想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早年干这个这个事业 到后来呢 他觉得自己的钱呢 挣得差不多了 嗯 挣得差不多了 你看我碰见他就是一个喝普洱茶的场合 嗯 他就喝普洱茶 然后呢 他找到了一个方式 就是他投资一个酒店 嗯 他只当投资人 然后有国际酒店集团就给他去管理 嗯 他一个月也去不了一趟 嗯 然后他整天就干什么呢 访棚问友 以这个普洱茶 整天的兜里带着一包普洱茶 我说你这是带鸦片的 是吧 50年的普洱茶到一朋友家里 就就从北京到海南 到香港 就找这个普洱茶的朋友 另外比如说收藏民事的家具 嗯 以此为生 他就他就跟我讲一种心态啊 他就说我到某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不争了 嗯 因为你知道吧男人啊 当他财富那个时候跟他同样的这些富翁们 大家还想着我要比你更强 嗯 我要比你干得更大 他说那个时候 所以我说你怎么叫退休呢 退步原来是向前呢 嗯 他是转而去了另一个人生的方向 嗯 他不跟你们在这个池子里混了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子 我们做了很多的那些非常用英文来讲 很aggressive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那个很激进的一些事情之后 我们突然之间觉得说 好像你的机能 你的心理通通都有些改变的时候 你会看到善的 你会看到一个更广宽的一个东西 刚才你讲那个朋友就让我想到一个比喻 就是好像老实说 他如果今天有一百亿这样的身家的话 我们不能不说他是森林中的 狮子跟老虎了吧 但是他现在不跟狮子老虎玩了 他要去跟小白兔 他要去跟小维鹿来玩了 那在这里他可能就是重拾某一种的 所谓的童真 或许童心吧 我是觉得我的case刚好相反的 因为我是30岁就退休了 然后我大概到了40岁之后 我才又重新出来工作 那怎么讲呢 因为30岁的时候 并不是因为我赚到十几个亿 只是说我突然之间拿到了一个奖学金 我就到了英国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在那边待了六年 然后我真的是每天醒过来之后 所谓的隧道自然醒 现在多少人希望这个所谓退休的 这个生活的一个宗旨吧 但是对我来讲 对但是对我来讲就是 我起来干什么 因为我拿了一个奖学金 我只要带我的眼睛 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就看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看了六年这些事情之后 会变成我到今天还有用 所以人生有时候 他不见得说一定是 你在年轻的时候工作 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你休息 我的刚好就是相反的 有些时候是年轻的时候 慌颜一下 当然 慌颜不动了开始工作是吧 因为你现在得到这些经验吧 你会把它用的 有时候对我来讲是更加的恰当的 因为年轻的时候你就不知道 你就说这把刀拿来了 然后你就捂一下 然后你又放下 那现在你一看到刀 你就知道说 这把刀其实那个适合不适合我自己的 还是我要把剑法用在刀上 你有了这个思考的这样一种 你可以说奔钱吧 那你的人生也开始比较有目标 而且那个目标不是别人给你设定的目标 你看他是新加坡来的 他说新加坡有一个词叫做什么 45岁叫乐龄 这就是老龄了 实际上这个意思 乐龄 对 新加坡45岁就算老龄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已经是 这个界线已经是太落伍了 过去就是说你45岁 实际上就是说 还是在中国来讲还是壮年 年富力强 年富力强的事情 没有 现在你知道吗 现在就是说 后来就是说对很多人也提出异议点 就是包括你到了45岁的时候 说你是乐龄 这个阶层的话 就是已经是生病 已经是夭折了 那就是过了 为什么我不懂 他当时可能就是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劳动力年轻化 就新加坡是个年轻的国家 年轻人比较多 所以到45岁的人就过去 比如说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的话 生孩子可能比较早 孩子比较大 可能这样子 但是现在就是现代社会里面 你生孩子很晚 要么就干脆就不生孩子 所以你人永远是年轻的状态 对 但不会是跟人家 就是好像这个是老人了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的年龄 就是一般的人都活到70岁80岁 是没有问题 活到90多岁 是寻常事 现在有一个美国的影集 它的海报叫 Kerger Town 它的那个女主角 穿的那个衣服 就是事实是这个时代的20 所以现在40岁的人 其实是20岁 50岁的人 其实是28岁左右 哎呦 那女士们听了高兴了 哈哈哈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按照我对退休的概念 这退休就不是退休 它是一个梦啊 我理解说要是我有一天能够有 就你得有经济条件啊 到什么叫退休啊 我觉得我理解退休是舍弃 舍离 彻底的抛弃你跟现在这整个环境的关系 没有关系了 甚至什么工作 我家庭全不要了 然后完成你那个梦 环游世界 到一些地方去体验 去经验 但是呢 你又有钱 对吧 也不着急 对不对 就这么玩啊 玩到死啊 我觉得我达不到这个目标 但是不知道 就是说你这种正常的生活方式 持续了那么长时间以后 突然一下断了 不知道适应不适应 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 就是哪怕是到了退休年 真正的退休年龄了 他突然那个工作结束以后 他就很难适应这样他的生活 所以有的人就专门找事去做 实际上他还是在工作状态 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工作 你说的非常对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这方面的一个代言人 我们看看这个照片 咱们这个 这据说这是乐退代言人 比尔盖茨 他能够做到年纪不算大 对吧 然后说退了 就专心去做他爱做的慈善 然后就说公司的会 一个星期只去参加一天 这个我很能理解 因为你知道在英国 也有一些个所谓企业主 他们就是永不退休的概念 就是你这种心理 他们认为我倒也不是说为了挣钱 而是如果我今天不回到办公室 今天没有什么难题让我去解决 我的生命就像死了一样 我这个人没有存在价值 我觉得其实Bill Gates没有退休 因为从一个观点来讲 他的影响力还是在那边 我们现在常常说退休 包括你刚才讲的好像出家一样 就是娱乐的出家一样 就是说用你的时间拿来玩 但是Bill Gates他可能不是拿来玩 而是他这个人有他另外一种性格 去推动他对生命的那个定义 就是他希望他的存在 其实是跟大家在一块的 你刚才有点就是说大家不要记得我了 我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最好可以整形 然后就去哪里没有人认得你 从心开始活一活 但是Bill Gates他如果听你这样讲的话 他还是很贯彻的 就是他对我们的影响力永远都存在 他这个他还有把握 他太有把握了 所以我觉得对有些人来讲 他已经够钱 他已经够地位 恰恰他不能退 即便他好像去打高尔夫 他的手机一响 还是有人来告诉他说 谁谁谁现在怎么样了 然后就问他一个意见 他当顾问了 因为退休我觉得要放的 你刚才讲的非常对就是话语权 可能你真的每天都已经在讲话了 所以变成说话语权对你来讲不再是什么 但是对有些人来讲没有办法 他不只是要讲话 他不只是要交朋友 他需要让大家看到他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 哎这就是人呐要的东西真是不一样 你像呃你你刚才讲 就是说他们也有人说 说你这个梦想啊 就是穷人的梦想 不是比尔盖茨 我昨天想到这个词 其实也许是小市民的梦想 用金钱来衡量退休 是不是什么时候退休 我觉得是单一了 还是苦出身手 你这个人干了一辈子也是苦 不是我就想各种情况都有的 你比如说你像呃有一种情况是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是为了乐趣 嗯或者说是为了谋生 嗯但是你知道干到一个中年 像四十几岁的时候啊 可能就为了安全感 嗯 可是你知道在中国 现在二十几岁都是为了安全感 为了安全感 但是你我就觉得啊 这个安全感这个玩意儿啊 最近我有所误啊 嗯我觉得安全感像个贪欲 嗯嗯 它具有贪欲的性质 嗯因为它具有欲贺难填的性质 嗯对吗 你说安全感是越要越不够 对你怎么叫安全 他们就讲中国社会 嗯说为什么这个胡润这个榜 说1.1个亿你才乐退 而这个他们算在哪个国家 欧洲国家还是哪个国家 基本上也有人列了一个标准 大概是相当于我们的一千两百万 嗯就是你有一千两百万 你就可以有这个安全感 就是不为谋生而干活了 嗯 那么这个又跟这个 就像你你研究的科目了 社会的保险机制 是医疗体制 对 整个这个社会的安全度保障性 对 它有这个安全感 对 它有这安全感 那从这个文化 或者人性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说 这个希望早退休的话 其实并非是一个消极的因素 我是觉得你就希望早退 可能它有更大的目标 嗯 因为人嘛 他就这个我子就一个 嗯 一个字哈 但实际上它包含的内容非常多 就是我希望早点退休 我能够重新发现自我 嗯 重新扩张自我 然后重新满足自我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 得达到一定的这个经济水平的时候 然后转向做别的事情 就是要丰富自我 可能是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是中国人有没有关系呢 因为好像我们很早开始 家里对我们的期望特别的大 变成我们进学校念书 我们就先把那个我搁一边了 然后必须要等到我们所谓的到了这个 不惑的年龄 然后我们才可以说回归到自我 但是如果在外国的文化 或许像我刚才讲的 刚好我家里对我没有那种期望 所以我30岁 我突然之间就把我自我放逐了 然后在自我放逐之后才回来找回 原来我有这些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民族的东西 还有也有社会的东西 因为我常觉得说我们没有真正的 包括香港发展到一个精神上 独立的中产阶级 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形态 我今天觉得说如果退休最大的一个好处 所谓从字面上来理解 就是他有选择 我可以这样 我也可以不那样 我每天看得到最好看的一个有关退休的场面 就是我早上6点去公共游泳池 去游泳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间一定是年龄大的人是最多的 所以在那个游泳池里面 如果你要快的话你就糟糕了 因为每个人都很慢很慢的游 所以你必须要投进那个游泳池 你才感觉到什么叫慢活 然后这些人游完了之后 偶尔聊几句 我也在听他们讲话 所以他们心情是很放下的 他们并没有说 我游完这个泳之后 我就马上又要变回李嘉诚先生 我要赶去开业务会议了 或许我要关注就是所有的数字怎么样 所以有选择好像很重要 那是一种心理不着急 心不忙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杜平说好像这里头还有社会的阴谋 很重要的一个 是这样我是觉得对 就是说大家都希望早退休 这是为了自己 然后重新发现自己 就是说工作状态的时候 基本上忘我了 就不知道为谁为自己活 还是为别人活 那么就是你退休以后 有了资本 或者有一定的生活能力 就有保障的时候 你希望能够重新认识到自己 到底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时候他可能有条件 才追逐新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社会 刚才就社会角度来讲 实际上就是说 有时候是让你由不得的 你没有选择 你只好不断的工作 一直工作到现在就60岁 原来是60岁退休 现在后来加上62岁 然后有的国家达到65岁了 甚至更长68岁 这个是为什么 我是觉得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讲 他可能考虑到就是说 能够尽管 尽长尽长的把你的这个工作年龄 延长 延长了以后 你是在不断的给自己创造财富 也是为国家创造 为社会创造财富 然后同时又为政府减轻的负担 因为现在就是说 你政府的社会保险 就是经济不好的情况下 给你的什么退休金也好 其他的福利也好 没有了 然后你自己去 用你的双手去挣回来 是这样一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政府的角度来讲 是希望你不要退休 但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早点退休 然后追逐新的生活 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 因为其实退休跟制度 原来的关系是这么密切的 我知道有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 就是有些大学 姑且先不讲是哪里的 就是教授60岁就要退休 我觉得一个教授60岁退休 真的是太年轻了 因为其实他所有累积的学问 60岁的时候可以给予学生的 还有很多很多 而且常常你把一个教授 定在60岁退休的年龄的话 就假设了他其实不会吸收 因为他能够天天跟这些 20几岁的人在一块的时候 他也可以在60岁的 这个身体年龄里面 重新活出他的20几30岁的 一个心理年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互动的部分 其实不能光用年龄来决定 而且还有一种 我就讲一个 我有一个朋友 我知道他们 要不说中国人 就很有意思 夫妻两个 本来感情已经破裂 但是为了孩子 20年 这两人就是一直在孩子面前装父母 不是 就是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我就跟他们讲 恭喜你退休了